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会来参加吐槽大会 因为我很喜欢说话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说话类型的节目 然后 来了之后 然后我才问我 为什么要参加吐槽大会 感觉好可怕 然后我明星就是我有几个明星朋友 他们我说我要上吐槽大会 他们给我拍一个ID 他们说吐槽大会你都敢上 他说邀请了我数遍我都不敢上 然后你真的很勇敢 我觉得没有想那么复杂 我觉得来说一下话应该没有很害怕吧 都是我很喜欢的 好像跟我还有一点点渊源的人 对 那他们是什么印象呢 印象就是吴欣姐就是一个喜欢买买买 然后给大家安利的一个人设 然后梁龙老师他有一次视频模仿过我 然后我就很惊喜 然后觉得好想见到他 然后袁永宜就是也是一个买买买的性格嘛 因为特别喜欢买包 比较没有什么接触的就是宝石 但是宝石最近很火他的歌 很多我痛点的地方很多 然后只会说oh my god 没有别的新词之类的 就像大家说的 就什么时候可以换一个新词出来 我做到了 所有女生就是最近新的词 所有女生买它 对 就是一种口令 然后他们都会说到 然后包括还有声音说话比较大 但是我没办法 就是都有人测过了我每天的直播的分贝都是在90分以上 就是一直四个小时不会低于90分贝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缺点就正视自己的缺点就好了 然后改正就好了 其实声音那么大也挺辛苦的吧 是 对啊我这个可以返潮你们 声音很大很辛苦的 你们有本事四个小时 一直保持90分贝的声音 我还好 我的所有的烦恼都只有五分钟 我都天天敢看所有人给我的评论 对 我不害怕 我也不会说 让我很烦恼或者怎么样 我没有 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我每天就可以挨着人都去睡觉 但昨天晚上失眠了一下下 两个小时 紧张 我说为什么 我很久没有紧张过 然后昨晚就一直紧张 然后脑袋里就一直在做梦 然后不是有梁龙老师吗 我昨晚做梦梦梦梦梦梦 然后一直在过今天所有的稿子 然后把梁龙老师继承了旁龙老师 我把二手玫瑰继承了两只蝴蝶 是在梦里面 特别好玩 因为今天的节目是一遍过 而且是现场有300个粉丝 就相当于一种没有卖货的直播 或者没有摄像机在我面前的直播 而且这个话是没有让你机会 可以让你再说第二次的 因为就是相当于一个直播类的综艺节目 所以对我的考验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新的尝试 所以我会比较在乎这件事情 所以我会有点点紧张到睡不着 像这种准备上节目的情况跟上播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就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在上播的时候 就是完全自己熟悉的一个环境 然后节目的话可能还要灯光啊 舞台啊 包括来的嘉宾啊 包括台下的观众啊 都要照舞蹈 我觉得还是两个字吧 就是我的直播比较的真实 就是他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比如说一个品牌的口红出了十支 然后他要来离家去推荐 然后我是现在有一个习惯是口红 我不会先试 就他真的想要来直播间 那就来直播间 我就是给我最真实的感受 买就是买 颜色丑就是丑 好看就是好看 所以十支口红里面 我很喜欢的颜色 我就会一定让粉丝买 就是说你借钱都得买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然后不好看的颜色 我就真的会跟他们说 这个颜色真的不好看 真的不适合于你们用 那就是给欧美冷白皮做的颜色 所以你们不要碰着这颜色 我完全 我刚刚跟周正男打了游戏 人处于那种很新闻的状态 我稿子都没有看 就是我认识周正男 已经见到两次面了 所以也算是朋友了 所以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就会觉得 用我的 我喜欢的状态 跟他喜欢的状态 去完成这场直播就好了 把重点带到就好 所以那天直播 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会有那样的效果的一个直播 所以那一次是你们第二次见的 第二次 第一次是录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 见过一次 所以那场就是 反应不过来 是你当下的心态是什么 比如说就是他不会手机截图 是 他那个万元红包那个事情 哦 万元红包那个事情是真的把我可爱到了 就是我真的觉得 哎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这样的反应应该不是明星 会做出来的反应 对 对 就感觉真的是一个小弟弟 然后真的口袋里没有很多 没有钱 然后 舍不得给他发出去的感觉 那你们直播之前没有对过 没有对过 他都说了 没有告诉我有万元红包这个事情啊 没有台本上没有啊 我说我们今天直播所有东西 都不是台本上的 他就被吓到 多 每天直播都有 就包括小助理跟我 我们直播三年了都会有临时状况 其实大家为什么喜欢看直播 就是因为他不会像教科书一样 1234567 让你没有任何的惊喜 其实看直播的时候有很多惊喜 就比如说我卖一个男士套装 我卖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感到 他们很多人会说 我老公不配他不配 他不配 他不配有这么贵的东西 我都没有有这么贵的护肤品 就是他不配 结果真的我把东西一拿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在刷屏说他不配 怎么办 还是要硬卖 这是一定要推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因为我的直播间里面还有30%是男生顾客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为这30%的男生顾客去服务 所以我会给他们推荐 在双十的时候比较活动力度大 然后又品质好又保障的男士套装 结果真的2000套 只卖了1200套 当时我感觉我不要做直播了 对我还有东西可以卖不出去就是男士套装 就是一定第一个是天堡旗舰店 第二个一定要得到所有国家的质检报告 对然后价格一定要会比线下价格要低 或者是比三个月之内的价格要低 所以我们才会去上直播间 还有就是团队跟佳琪自己试用过的东西才会去用 我觉得要看明星本人 对因为我其实说心里话有一点点害怕跟明星做直播 因为做直播我平时做直播我想说什么的话 都可以去传达我自己的观点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会建议或者是避讳一些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一种最舒服的状态 要明星完成这样直播吧 就那次跟那个蔡玲直播的时候 跟小S姐直播的时候都是一样 我觉得都特别开心 我就会在提前会告就告他们我直播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然后有哪些是他可以去表达的东西 都会提前沟通好 沟通好了之后我们再按那个东西去走 就会效果还蛮好玩的 实际上小S是难搞的吗 哇超nice真的 我刚才台上跟他玩到 就是经纪人在下面说 好了差不多佳琪够了 就是那种就不要再说多了 蔡依林呢她是怎样的 我觉得哇我觉得她好好她很敬业而且很专业 她把所有她代言的产品的东西 就资料背的比我还详细 就是她了解的比我还就详细的时候 我觉得哇她真的在用心在选产品去代言 哦有就是上次跟王源的时候 对然后她就宣传自己她自己的专辑的时候 然后她就说听她 那是我的口袋是买她 然后就直接反应过来说听她 就是oh my god听她 我觉得很好玩 然后粉丝都说听她听她听她 就一定要听 因为我觉得还是当下的化学反应 是最重要的 对我觉得所有累好的啊 或者是准备好的东西 都会没有那么的像 就是拿那种直播状态 那种突然爆料那种感觉 特别好笑那种感觉 因为真实的反应是临时的 我觉得吐槽大会就是另外一种直播吧 就很多可能会说啊佳琪 为什么你会要下一支接综艺啊 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真的很少很少很少接活动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有一年一年的时间了 我就接了两档节目 然后吐槽大会也是邀请了很多次 然后我觉得啊 那这次的嘉宾跟就是这次的主题还蛮 就切合我 然后我觉得是不 就是生硬 然后不强硬的一种 跟大家见面的方法 我觉得舒服就好 然后我准备好了 那我就来了 对未来的规划啊 我永远不会期待未来会怎么样 或者是幻想未来会怎么样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做事看眼前的 对我不会说我的理想是要 怎么怎么怎么样 有多有名有多少粉丝 我就会把每天的工作全部都做好 对不让自己留遗憾 也不让自己有太多的期望 因为期望越多 失望就越多 我无所谓大家对我的看法 或者说李佳琪是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永远跟媒体说的就是 李佳琪就是 你可以把我叫成超级带货官 或者你也可以把我叫成超级BA 或者是你可以把我叫做主播 对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对大家的 就对媒体说的也好 或者对我粉丝说的也好 就是我只是一个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分享给你们的一个朋友 或者是你可以把我当做一个销售 对我只是做了线上销售 从线下销售做了线上销售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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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过明星过 那包括我去机场什么 我都不会戴眼睛跟带帽子 就大家认出来了 就那种 say hello 然后送他们一起小口红 作为礼物 然后跟他们拍张照片 就大家认出来我觉得很开心 我是给大家带来开心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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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